而今天GG就要來控訴 女生對男友的聚會 也會有埋怨喔 我之前就有遇到男生啊 就是說他都是男生朋友的聚會 然後女朋友全部都不能跟 然後呢 就是出去了以後 也就不接電話 然後一直到 就是他們聚會完了 一個多月之後 我才知道 原來每一次的聚會 都有別的女生 看到你們 有 原來是 所以我們女人多坦蕩蕩 多謝男人 像你們 就讓你們來看啊 來嫌我們 對不對 對啊 你要說什麼 我要說的是 男生朋友的聚會 有一些女生在場 就是為了整個畫面 要整個空氣化 沒錯 怎麼會什麼 有什麼畫面 有什麼畫面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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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跟空氣 你就是愛媽的就對了 不是 我跟你們說明一下 跟你們說明一下 真的 因為今天 今天男生是講 男生就是愛面子的動物 如果男生 比如說講 就是大家講的 兄弟出來 我們約了另外一些什麼 女生朋友 那如果你一個人帶女朋友來 你知道那整個會多不對勁嗎 不會啊 會 真的會 玩不動 對 你們想要玩什麼呢 其實也沒有什麼 其實也沒有什麼 就嗨哥這樣 你們能不能自愛自重一點點 不是啊 我們也是從朋友開始啊 不是我們有時候跟客戶 有的是兄弟 那你們本身就不屬於那一掛的 沒有 我覺得你們就是心懷不解 人家在講 黃色笑話 或默默戳戳的 你在旁邊幹什麼 保護你嘛 沒有 我覺得很多東西 要事先講好 先溝通 那我覺得只是單純的兄弟聚會 那我去坐在旁邊 就算是做幾日一會也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 我們一樣會全程笑到我 我不會說我今天感冒不笑 可是問題是 如果說你們今天是 我也有男朋友曾經是 就是講工作 一定要去酒店 他就跟我講說 對不起 我今天要去酒店 我說OK 那你去沒關係 那可是你幾點回來 大概讓我知道 因為我會等你 我會讓你知道 我會等你回來 就算我今天可能 我睡我家 你睡你家 但是我一定會等 我一定會等你 我會打電話給你 我是要確保你的安全 我也要確保 你不要喝醉酒之後做錯事 但是我覺得很多事情可以先講 而且就像這樣說 我有時候要下班 你就跟你朋友 我覺得我提早下班 我就覺得說 難得有空可以跟你一起約 可是問題是 我跟你約了之後 你跟我說 可是我要跟誰誰誰去打網咖 或者是去吃飯 我說那你為什麼不先跟我講 我要去哪裡 比如說我今天通告幾點下 我都會跟你說 即便我們沒有約 但是我會讓你知道 我今天在幹嘛 可是就很奇怪 男人都不會喜歡講 不會報備 甚至有一次我男朋友 頂我一句說 你不是我母 我跟他人知道要幹什麼 我覺得男朋友 講得蠻有道理的 對啊 我跟我有講給哦 可是我們是關心啊 你是關心 因為控制就是一線之隔 對 男生就是一種比較喜歡 自由的動物 那問一下妮妮 有遇過這樣的狀況嗎 是沒有遇過 但是我也很不喜歡 就是男朋友說 他要出去 然後他不跟我說 他幾點回來 然後結果最後 他竟然在外面過夜 然後我都完全不知道 這很嚴重耶 過夜 住在兄弟家 雖然是男生朋友 但是我也覺得 要讓我知道一下吧 過夜 兄弟的家 兄弟的家 好清楚耶 大家清楚 所以這已經不是 這已經是控訴到更深層的 就是 你為什麼不講清楚 對不對 你要做什麼 為什麼不講清楚 要先講 對 尤其 我覺得很多男女朋友 甚至於夫妻 最會吵架 非常 而且鬧得不可開交就是 中間感覺 男生覺得 我不需要跟你講那麼清楚 這小事情 可是有時候會覺得 你就是不尊重嘛 對啊 你沒有 你就覺得你心中有鬼 然後你才不講 可是男生覺得說 我就是沒鬼 我幹嘛跟你講那麼多事情 這就是小事情 可是為什麼不講 對啊 所以女生都會報備 我告訴你 為什麼不講好不好 男生的約會 有時候會千變萬化的 本來是要去餐廳 喝點 不是 我不想講 這變化太多了 對 後來有個怪咖 對啊 KID又來 然後我們可能又去騎腳踏車 然後原先是吃個小吃 可能一高興 又來續攤 對 那個行程是千變萬化的 後來他覺得你在騙他 怎麼講 那乾脆都不要講 出發前講這個 後來整個行程都錯爛了 不是要騙他 就是沒有辦法去掌握 真的 對 可是還有一種情況是 比如說你們都講好要去哪 然後我們也都答應 可是呢 打電話永遠不接 對 那是要幹嘛 對 那這樣誰要相信你們 到底是去你們說的地方 那就是不應該 那要看狀況 對 那個是你老公 我們是不會有這種問題 對啦 我們可能是不會有這種問題 因為男生有些時候玩一個遊戲 比如說大家在唱歌 那我們大家就會把手機放到中間去 誰先想 誰就要買單 或是買單 就是你知道 那也不過就那一個小時的遊戲 一個小時後也在接 好啦 我們這樣問啦 男生這樣解釋完之後 你們可以接受的情取圈 不能的情取差 不行啦 哇塞 哇塞 講這麼誠懇 誰才會 誰會相信他們講的鬼話 不是 因為曾經我遇過 就是說 一個女朋友打電話給我 你知道你男朋友在哪裡 我說 我不知道怎麼了 我在某某地方看到他 自己男朋友在哪裡 我自己不知道 別人都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 不覺得很丟臉嗎 他剛好碰到他而已啊 這哪有什麼 重點是你們在哪裡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永遠是最後一個才知道啊 為什麼 為什麼 你們為什麼都不講 為什麼 為什麼要講 而且我活生生就有很好的男生朋友 然後他就是跟我們晚上約好 一起去吃宵夜 然後我們就會問說 欸 你的女朋友怎麼沒出來 他就說 我跟他說我睡覺了 因為女朋友問中問西 對 他可能也誇到啦 為什麼要講 我搞不懂耶 對 因為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不要說謊 我就是 我個人是電話一定接 而且回家過夜 其他不要囉嗦 那你們剛剛是醜化 電話又不接又不過夜 只有男生 我也會打死他 哎唷 哎唷 老師過來過來 做這個 不應該這樣子 欸 欸 欸 你來 你來 你來這麼多這麼多 不想他們過夜是真的啦 電話接是真的啦 是因為我覺得其實 現在手機都有通訊軟體很方便 那我覺得你只是發個訊息說 欸 誰誰誰 我今天怎麼樣 其實這樣就看得到 因為我們真的也是擔心你的安倫 可是女生他們這樣講好像是蠻正確對不對 可是他們其實在正常的那個生活當中不是這樣 他說 報備完就算了 他說 欸 我不相信你 你拍張照給我看你在哪裡 這是煩的你知道嗎 然後他說 欸 他就不夠喔 你現在馬上傳你的位子 共享位置給我知道說 你現在正在哪裡 這人人格有問題是 我才跟你說 他也有 女生真的很多都這樣好不好 他們會這樣啊 你回答他的時候 你講話有點呼吸急促 對 問一點口雞 我不耐煩 你有前科啦 真的 電話旁邊的那個背景 是怪怪的 對 然後誰 他說你幹嘛喘氣 幹嘛就是口雞 對 傳單照片來 對 從來之後還要視訊 沒完沒了 還要視訊 還要視訊 什麼叫FaceTime是不是 FaceTime 那就是你們的前科啊 那就是你們有問題啊 不是 我不會因為你們的多疑 去把我能夠做得超越我自己 我能夠包容的都可以釋放 那KID 我問你 如果真的請你傳這樣照片 你覺得很難嗎 不難啊 我還是會做啊 可是相對就變成說 可是為什麼你們要不相信我們 應該是有前科 那你傳這樣照片 但我們相信會怎麼樣啊 還是說你們有被傷害過 不是說我們有前科 就是因為他太愛你啦 對 他就不敢 你有做錯 這一招我們就沒者 我們前男友怎樣 不是 你們都不會用方法 像之前我就會 自己譬如說今天這晚上 真的要早點睡覺 我就先拍個幾張唇子啊 然後 都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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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自己 自己先在自己家那邊打卡定位 然後也把它拍起來 然後女生說 女生她看到照片 她就真的以為你就傳位子給她 你知道 但是後來她會發現之後 然後我那女朋友就說 你給我比 後來她發現她發現這一招 她說 那你給我比一個什麼不一樣的手勢給我看 對 一個夜一就完了 一個夜一就完了 我還真的做過 你知道嗎 她說你比三 然後我就比三 然後結果後來我就想說 我覺得一到十 全部比一比 先比過照起來 她跟我說你比Rock姿勢 這樣誰會隨意射掉 妳要去拍照 你們不能PO PO第一張就死了 對 PO第一張就要求 對不起 賴的打卡知道嗎 不調整 對不起我這個三西百姿 你們現在講什麼 完全沒有在 為什麼要比一到十的手勢 不是因為我們 我們在想說 我先把一些照片這樣拍起來 然後存在照片裡面 然後女朋友要求說 欸那你 在睡覺拍給我看 在睡覺你拍個五給我看 那可是 就拍在床上五的照片 對對對 她不在床上 因為她怕你是預先先拍好的 對啊 所以她想要及時說 欸那我現在考你說比個六 妳就馬上拍個六 拍個六給她 所以現在的人 談戀愛都這麼 現在 對 就是女生搞的 你們會 這個 每天考察男朋友行蹤的請主權 老師 每天嗎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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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好 睡好 等一下 我還都煩了 煩了 我要經老佛爺 我就會記得她每天都會那個好不好 對 每天都會查請的好不好 對 沒有啊不會啊 我很大方耶 我就給她出去啊 屁耶 他長超騙的 對啊 我之前跟一個女朋友分手 分手囉 然後我後來就交一個新女朋友 她會打那個罐罵你耶 她會完全就是follow你的心中 然後覺得說 她還沒交男朋友 新的男朋友之前 你不能交新的女朋友 不然她心裡會不平衡 女生是會這樣 那可能是你兩天就交了 你嫌接的時間太近了 對 太短了啊 有可能 你怎麼知道嫌接的近 那就是一定是嫌接太近了 太多久了 對 好幾個月吧 對啊 沒有那就是你跟她的這個分手 是一個比較 不愉快的 不愉快的狀況 不愉快的狀況 或者是你還沒跟她分手的時候 你就跟那個女生相親了 愛她 還有是誰說要分的 是你要分的嗎 沒有是她說要分的 我從來不說分手 她講講而已 你認不認真 真的高手 對 不過有時候 這個查行中查到最後 我剛剛會這樣問 就是很多人分手的時候 還是繼續查 對 因為在這過程裡面 你會覺得說 你本身應該跟我交代 可是我不懂耶 還是因為我真的是 戀愛經驗太少了 還是現在年輕人都這樣子 為什麼我要跟你交代 對 這是一個尊重嗎 你是贊成不用交代 對啊 尊重 尊重還要交代嗎 如果你對我有尊重 我還要交代 不是因為男生也會要求我們出去要交代 我們出去喝酒的時候 他可能也會說 你不能不接電話 你不能消失 為什麼男生就可以消失 不是 我現在講 那就是相對的啊 那這樣子男生其實也不用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我出去的時候 我跟他說 我要去哪裡 我有跟誰 然後男生他去哪裡 他也要跟我說 他去哪裡 要跟誰啊 他都出去玩了 他難道 他如果嫌我煩 要查勤的話 他就帶我一起去啊 但你去 為什麼不能帶我去 好玩度會下降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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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開始了 我還開始了 你會帶我出去一次 我好想在你們玩什麼 我都在推車 是不是 他都會也不帶我們出去的啊 有機會 我也想跟你出去玩一下 好好好 再一個 沒有 我剛剛講了說 這個過程跟 就像剛剛Kiss講的 那個女朋友還繼續查 因為有時候是 一段感情的結束 就是雙方的 能夠接受的 速度不一樣 對不對 對你來講那個是 分手只是一個轉身啊 對另外一個 搞不好是十年的事情 或者是 有人更殘家一輩子 對不對 才轉得過去 我聽過的故事是這樣子 他分手了 分手之後呢 這女生 就還是會繼續跟他 可是那有點恐怖了 你知道 他明明在中校東路 看到這個前男友的車子 然後他就打電話問他說 你在哪裡 他說 那我幹嘛跟你講我在哪裡 對啊 沒必要嘛 我在家睡覺啊 完了 騙他 被抓到 可是已經分手了耶 可是問題已經分手了 對不對 而且 然後呢這女生講說 他就沒有講 他說 中校東路現在下大雨 你開車要小心 這滿可憐的 好狠喔 對 很冷的感覺 那你會覺得說我已經這樣 我已經跟你 我都不願意跟你講明白了 你為什麼還不分 你為什麼還不認 還不認清這事實 我們已經分手了 我告訴你 對這種人來講 他就認為 分手也是假的 因為你連在哪裡 都不跟我說實話 你跟我說分手也一定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 好可怕喔 對喔 他是這樣理解的 好可怕喔 不要這樣啦 很可怕 對 通常會有這種狀況 所以在這個 調查行蹤的時候 不要讓自己變成恐怖情人 有時候自己也會陷入這樣的一個狀況 不要都覺得恐怖情人 你的對手是恐怖情人 可怕自己也是這種恐怖情人 對不對 哇 有道理 所以像這個就是 當然是小事的確令人抓狂了 可是小事有可能會變成 形式喔 事件 對喔 我覺得很奇怪 看電影這件事情 為什麼 為什麼不尊重女生 選我 我要控訴 我要控訴 請… 我可以講喔 盡量盡量 他感覺很氣喔 我要控訴